今天收聽的是復透復漫談 金融理財大小事 深入潛出漫漫談 是的 今天這集的主題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這集的主題要告訴大家 如何善用安養信託來守護你人生的下半場 那在邀請今天我們的 雖然大家很眼熟 但邀請我們今天的超級VIP來賓之前 我們還是先要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今天要講這一集呢? 因為這個台灣已經進入這個超高齡社會 每五個人當中就會有一個是65歲以上的退休族 而根據行政院統計現在已經全國的台灣的平均年齡 已經達到80歲81歲左右 那可能大家累積一輩子的退休金會擔心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留不夠 第一個是管不好 留不夠跟管不好這件事情 雖然說我們這輩子都在管我們自己的錢 但是呢其實到了這個人生最後階段當中 我們要如何讓自己的晚年生活能夠安穩的來去度過 沒有辦法 今天只能夠請到我們的超級講師 我們來台北互方銀行信託處的田琳經理 來告訴我們如何來去面對超高齡的社會守護你的財富 歡迎田琳經理 好各位線上的夥伴大家好 很開心今天又跟大家見面了 那我們今天就如正維老師講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聊一下 我們努力了一輩子 如何能夠用信託的方式 把自己的錢留得夠管得好 是 對 那在今天進入正式節目之前 我們要先讓大家來科普一下 根據內政部2023年1月份的戶口統計資料 去年全年人口數有2326萬多人 相較於前年約減少了11萬人 所以簡單來說 就最近我們去參加一些長照講座 常聊聊這個生不如死的議題 就是我們已經出生率跟那個死亡人口 呈現一個死亡交叉的狀態 對啊 所以根據這樣子的一個統計資料 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真的未來 我就很擔心那個 沒錯 寵物比人還多 對 羊寵物也沒有比 寵物比小孩子多 羊寵物也超貴 寵物沒有健保 沒錯 羊狗狗超貴 對啊 所以我們剛剛針對這次的這個主題 這個留不夠 玩不好 所以我們要怎樣去 讓大家 幫大家打這個基礎 讓大家不會去擔心這件事情 就想說 如果哪一天 那個什麼基金爆了 然後或是那個政府的部分不夠 該怎麼辦 好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生不如死這個狀況 其實少子化這個狀況 已經是不可逆了啦 基本上 因為台灣已經非常多年 我們其實是明陽國際的生育率 倒數第一名 沒錯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 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用信託 其實大家會發現這兩年 政府一直在宣導信託 包含我們台北部邦銀行 也如此認真的 每次都開課跟大家講說 信託的好處 沒錯 所以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信託 信託其實是一個嚴謹 而且受到法律規範的制約 所以它很簡單就是財產是我的 所以我當委託人 然後我把我的財產委託銀行 那銀行就是所謂的受託人 有點類似 我擔心我把金銀財寶放在家裡 怕被搶了 所以我把我的財產放到銀行的保管箱裡面 那信託其實就有點類似這個概念 有點類似你開了一個信託專戶 然後這個專戶的錢呢 照顧誰 照顧我 就是專款專用 因為這樣子的架構呢 可以預防呢 有計畫的把我們的錢 留得夠 管得好 又夠又好 對 所以這是整個信託簡單的架構 就可以完整的確保 我們在退休之後呢 可以不用擔心了 特別是最近詐騙集團 那個話術真的很厲害 很強 對 所以用信託的方式 幫自己的錢 留得夠 管得好 真的 不管是什麼美國的將軍 或是太平洋小島上面 各種詐騙 都會來到台灣 對啊 而且我大學唯一有考過了一張 金融證照 就是信託證照 所以我對這個組織真的非常有感覺 是是 而且安養信託雖然有很多學問 但我覺得今天請到天靈經理 大家用這個深入潛出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如何能夠 保障你退休之後的財產 這個管好 留夠 兩個事情非常重要 對 好 那我就簡單用一個案例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 簡單講說 我們舉一個林媽媽好了 其實我們最近接觸到一個林媽媽 她的狀況是這樣 其實林媽媽大概在四年前退休 是 對 然後基本上她就是一個退休老師 然後所以其實找 其實退休各方面她也 你知道台灣的那個父女都很厲害 就是節省度日 讓自己好不容易存到了一筆錢 就覺得很開心的退休了 那她的退休金當時在四年前 大概是三千萬 很高 對 六十五歲嘛 三千萬如果以平均一命來講 基本上不要有太多突發事件的情況下 穩穩的過就OK 對 穩穩過還OK 那她自己有一間小套房 因為那個就是林先生很早就過世 所以她其實就是把小孩子 其實就是我們一般常會見到這種小家庭 很正常的小家庭 那林媽媽本身是住在屏東 是 那林小姐啊 她就是在台北打拼 那她就只有這麼一個女兒 然後林小姐當然跟林媽媽感情很好嘛 可是我不得不說 當老師的都有那種古道熱場 所以就是很怎樣 人家只要開口 不小心心軟了 錢就會借出去了 我來 對 就說我們家最近怎麼 小貓發生什麼事情啊 我們家隔壁怎麼樣發生什麼事情 那特別在疫情的時候 大家疫情的時候應該很有感覺 就是百頁蕭條 所有的時間都按下瓶子的時候 林媽媽那一陣子 就是看到周圍 譬如說她表哥開店 就是她 就是那個林小姐的那個表哥開店 她就遇到資金周轉困難 那就來跟林媽媽周轉困難 開個口 對 就舅媽 二十萬三十萬 其實二十萬三十萬看起來還好嘛 對三千萬來講 可是還好 可是你不得不說 這種只要你有第一次 可能會第二次第三次來 只有你跟無限 對 就是你要嘛就都堅持不住 可是你知道人的個性 當這種古道熱場的人 你這樣不要戒 很難啊 對 晚上會睡不著 對 她覺得好像沒有幫她 這樣好像不對 好 結果 今年過年的時候 林小姐回到屏東的時候 她就剛好就跟她媽媽聊天 然後就聽到媽媽提起 就說啊 那個最近 有時候你都知道 跟人家借錢 你心軟出去很快嘛 可是你怎麼開口跟人家要回來 對啊 所以常常就很像肉包子打狗 就不會回來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林小姐就突然發現說 她看了一下她媽媽的存責 怎麼四年只剩一千五百萬 少一半耶 可是她也不是被大片集團騙啊 每一筆林媽媽都有作帳 這個是阿姨 然後這是隔壁鄰居 然後就是有些時候 就是可能還說了一些投資 那投資可能還沒有鬼本 那做投資沒有不對 可是林媽媽她買了一些 她不知道她自己在買什麼的東西 跟風 對 我要提醒線上的夥伴們 當家長在做這些投資配置的時候 不要罵媽媽好不好 媽媽也是想要替自己 想要替我們自己多留一點 那只是有時候不小心 買到不是這麼合適的產品 那我覺得只要不是大片都還好 好 那這時候他們就開始討論啊 就覺得說 欸你媽媽這樣鼓到熱場 也不是辦法 好 所以經過討論完之後 林小姐決定 把媽媽剩下的一千五百萬 全部拿去做幸福 為什麼 其實林媽媽每個月啊 本身是有那個 就是老師大家都知道會有退休金 其實那個退休金就已經很夠用了 其實那三千萬當時是要 預防就是臨時有什麼狀況 所以他們就決定了 就是讓林媽媽每個月的錢 就控制在她的退休金 可以用的範圍 沒錢我就沒辦法借了 就沒辦法周轉 就不會聽了誰說那個不錯 然後就去投資了 好 所以一千五百萬就全部拿進來做信託 好 來 我們一開始就有講 信託是一個受到法律保障的契約制度 所以 委託人就是林媽媽 委託人就是林媽媽 那 受託人當然就是我們銀行啊 來 那受益人呢 林媽媽 就是自己的錢照顧自己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大概約定了幾項事情 就像我們前面剛開始講的 就是林媽媽其實本身自己是有月退縫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她有約定說 那月退縫當然繼續領嘛 好 那如果將來林媽媽想說 因為我想說她人在屏東嘛 其實他們已經有討論到說 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要考慮 可以譬如說把房子賣掉 把林媽媽接來台北 可能去找 她可能不想跟女兒住嘛 因為女兒自己有時候工作很忙 她想找一個好的地方的養老院 大家都知道現在養老院不便宜啦 然後好一點的養老院 然後用自己的退休金呢 加上賣房子的錢 加上這1500萬 看怎麼去規劃 所以包含林媽媽接下來賣房子的錢 也會進來放進安養信用裡面 那去找一個養老院的時候 其實林媽媽是不是就有辦了 是不是 因為大家都是相同年齡的 每天不管你是要 有試做 摸摸牌啦 插插花啦 這些 是不是就都有辦了 第二件事情 親朋好友不在周圍 就不會借錢 重點 又不用周轉 因為太遠了 有激流 從屏東跑來台北要周轉實在有點累 所以整個錢進來之後呢 就講到第一件事情 保住大錢 保住大錢 固定支付 這個固定支付 針對什麼意思 所以接下來如果整筆錢進來的時候 我們去住安養院的時候 安養院是不是每個月要付錢 對 那那付錢是比較固定支出的方式 是 所以就可以約定說 選好安養院之後 由我們銀行 林媽媽不用來領 由我們銀行 每個月針對她選定的那個機構 我們去幫她付安養費 指定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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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林小姐繼續忙自己的 林媽媽每個月就很開心的 從這裡指定撥款 好 那第二件事情呢 譬如說林媽媽突然說要看醫生 想要出國玩 譬如說你現在突然覺得說 一推養老院的好朋友約一約說要去 去愛景 愛景 好不錯 愛景 好可能要14萬 主力懂完 14萬 那這個時候是不是超過那個範圍 對不對 不用擔心 只要是屬於這個 我們在信託合約裡面就要約定 不管是醫藥費 還是旅遊費 你先刷卡 然後刷了卡之後 你拿收據來 副本的收據來 我們銀行就把錢撥給你 是 所以你是不是下個月就有錢繳卡費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也不用擔心說 突然我想要出去玩 綁手綁腳的 這種都可以特殊約定 就包含了醫藥費 包含了旅遊的費用 這些都是可以彈性指付 所以它叫做彈性用錢 生活不用煩惱 生活無語 另外呢 我們前面講的就是 我們剛剛講那個 預約支付的功能 就是 時間到就固定撥款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省掉 就是林小姐跟林媽媽的很多困擾 沒錯 然後最後一件事情 其實 很多家長 我不得不說 林小姐是真的很孝順 可是的確是 有時候有些小孩子 不是只有 你知道嗎 手心手背都是肉 難免每個小孩子 但我們的手指都不漾長了 更換每個小孩子 在社會上的地位 還有賺錢的能力 是不是也不一樣 沒錯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總是會有比較弱勢的小孩 是 那有時候弱勢的小孩 你可能會一直想幫助他 不是不能幫助他 可是有時候就是 軟頭清滾 越要越多 他就跟你說 媽媽我不想努力了 反正我們又回來跟你要就好了 變肯落足 對 所以如果預防這種情況下的話 這種專款專用的功能就非常重要 所以一旦放進信託裡面之後 林小姐本身是信託監察人 所以基本上信託監察人 是沒有辦法動到裡面的錢的 這筆錢就只能我自己用 所以在我自己用的情況下 就可以確保呢 我可以一直用到我退休 先把自己顧好嘛 有多的再給小孩嘛 沒錯 而且小孩子還年輕 一好腳好手 應該出去上班嘛 沒錯 又沒有生病對不對 真的 送Fu Panda一個月也認真一點 送給我十萬塊 也要認真送對不對 對 所以這時候呢 就可以專款運用了 是不是 監察人就可以很安心 沒錯 林小姐就可以很安心 那也不用擔心說 一些親朋好友的 就是又來借錢走的 所以 我們光用這個信託架構呢 就可以有效的呢 確保林媽媽 他這一輩子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可以安養萬母 不用為了錢的事情而已 就擔心 所以 如果大家有這方面的需求的話 只要家裡有 類似我講的這個狀況 就是可能 父母年紀大了 就是住在比較遙遠的遠方 然後你可能沒有辦法 在身邊照顧的情況下 其實 是很適合用這種安養信託呢 來保住他這個退休金的 那 長輩的退休金只要保住了 你不得不說 我們子女的生活就開心了 沒錯 不然他的錢 如果不小心被 每天都會接電話 對 不小心被騙的 或各方面的情況下 其實壓力會在我們子女身上 滿擔心的 所以鼓勵線上的 就是來賓 就線上的觀眾 就是如果你本身 家裡有這樣的狀況 歡迎跟我們台北部幫理行聯絡 我們有專人會為您服務 是 我覺得今天田園經理 舉的這個林媽媽 剛好我也姓林 剛好林媽媽 我就想林媽媽 我可以跟你媽媽聯絡一下 他留個line給你 林媽媽也常常為了錢的事情 再思考一下 今天田園經理提供大家這個案例 我覺得其實就是 未來大家可能都會遇到的問題 所以幫大家整理這四大重點 就是他可以幫你保住大錢固定支付 第二個是彈性用錢生活無憂 第三個是預約支付省心又省力 第四個是專款專用 監督也不用擔心 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講的兩大主題就是 怎樣可以留得夠 然後又管得好 我覺得就可以善用信託的方式 我覺得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如果大家有更詳細的 你覺得你們家有怎樣的案例 或怎樣的細項 不知道適不適合呢 除了就是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 在我們Podcast留言之外 也可以聯絡我們 特別福房銀行的信託部 好 謝謝 那今天這集就提供給大家參考 希望大家未來都不會為了這件事情而煩惱 也感謝我們的田林經理 謝謝 那我們就下週再見囉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minds thumbs 替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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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